解读微股,去说美股,畅谈港股,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 一,公司简介。根据着实咨询报告,按2019年总收入计,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一体化供应链物流服务商。2020年,公司为超过19万家企业客户提供服务,覆盖快销品、服装、家电、家具、3C汽车和生鲜等行业。 二,赛道。根据着实咨询报告,预计一体化供应链物流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将有2020年的人民币2.0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人民币3.2万亿元。 复合年增长率为9.5%,约为同期中国物流支出增速的1.8倍。主要是受益于经济发展,加一体化供应链渗透率提升。 三,竞争格局。根据着实咨询报告,按2019年总收入计,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一体化供应链物流服务商。 由于市场规模庞大,及各垂直领域的行业特定要求,中国一体化供应链物流服务市场高度分散。 根据着实咨询报告,2019年,按收入计排行前十的企业,仅占7.9%的市场份额,很聪明地将自己包装成最大的一体化供应链服务商,因为在快递业务,还没什么存在感。 四,公司业务与财务情况。 公司的服务产品,主要包括仓配服务,快递快运服务,大建服务,冷链服务,及跨境服务。 公司的一体化业务模式,使公司能够一站式满足所有客户供应链需求,帮助客户优化存货管理,减少运营成本,高效地重新分配内部资源,使客户得以专注于其核心业务。 此外,公司能提供针对不同垂直领域的特定需求量身定制的各种供应链解决方案。 例如快销品,服装,家电,家具,3C汽车和生鲜。 一,收入增长较快,30%到40%,净利润亏损快速收窄,扭亏为盈在即。 二,从结构上一看,外部客户比例持续增加,前五客户比例持续下降,更加分散化。 三,从结构上看二,绝大部分是一体化供应链客户。 一体化供应链的客户数量持续增长,平均客单价,因疫情因素有所下滑。 四,从结构上看三,对京东集团的依赖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占很高的比重。 五,模式与公司比较。 一,京东物流跟三通一达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京东的模式是将货物预先分配在前置仓,以达到更高的时效,三通一达则是层层递进模式。 京东模式好处是时效更快,劣势就是末端网点偏少。 快递模式更适合网购零散单。 三,前置仓更适合中高价值的,大件的商品,如家电3C用品等,而且更适合追求时效的消费者。 京东物流的布局更广,国内跟菜鸟,顺丰差不多。 二,消费者满意度比较,满意度仅次于顺丰。 申诉率以前遥遥领先,现在差距不明显。 三,京东物流与顺丰比较。 一,体量不足顺丰一半,增速要比顺丰高一些。 二,毛利率净利率往上走,仍低顺丰很多。 三,顺丰人员正式员工更少,总用工人数顺丰超过30万,正式员工11万左右,人工成本较低。 京东超过25万正式员工,京东成本更高,效率偏低。 这样导致京东物流跟顺丰很大的成本结构差异。 顺丰主要是外包成本,顺丰是员工成本第一位。 这也迫使之前号称给各位小哥,买了60亿社保的东哥,默默地取消快递员底薪,降低公积金缴存比例。 四,京东物流更轻资产,顺丰更重资产,原因是为了报表好看点。 资产大多放在京东集团,京东物流向集团租赁,不这样亏更多。 五,京东的三费中管理费率,明显低于顺丰。 暗示管理层薪酬及激励,是不如顺丰的。 六,研发投入顺丰绝对值更大,京东比例略高,这个是正确且必须的。 物流快递行业都是重资产重人力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及经济的发展, 人力只会越来越贵。 在发达国家居住过的人,应该都了解,唯有靠变的更加自动化更加智能化,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七,顺丰的应收周转率更高,个人户更多,现金回收较快。 顺丰资本投入更大,顺丰一季度的巨亏,少不了财务洗澡的嫌疑,不过巨大的资本投入也会转化为未来更大的优势。 八,京东物流与顺丰控股多方位比较,京东优势在仓储及一体化这块,顺丰则在干线,终端网点等优势更大。 六,未来空间与估值。 一,隐忧部分,上面也提到京东物流的人力成本偏高,且效率偏低,这也是中高端业务不饱和的体现。 顺丰也有这个问题,顺丰的解决方案是下沉中低端,跟三通一打抢时,好处是贪低了成本,坏处是不可避免加剧了价格战,恶化了竞争格局,包括拼刀刀扶持的极低价极吐崛。 所以,市场对顺丰对快递行业,有一个重新的认知。 虽然中长期来说,顺丰的天花板还没到,短期大家希望看到行业新一轮出清。 京东物流如果也是下层快递,不可避免,也有可能陷入进去。 二,估值与认购建议。 估值从来不是静态的,精确的一门科学,而是根据企业的竞争力,商业模式的变化而变化的,从上面的对比也可以知道,京东物流的优势主要在仓储,一体化上。 劣势也很明显,末端网点,成本,效率等都不如顺丰,三通一达,体量收入不到顺丰的一半。 京东物流以后肯定会更强,顺丰也是,如果按目前传闻发400亿美元,相当于顺丰的九成,顺丰目前444亿美元。 按之前大家预期满满,信心比较足的情况下,问题不大。 放现在这种情形还是400亿的话,我理解打心涨幅预期空间就很小了,只能看到时中签率高不高。 目前,顺丰是指2877亿,对应PS,1.44倍。 我的问题是,京东还能用2.8倍PS发出去吗? 发个300亿左右,越低越好,但不太可能低于中通259亿美元,比较符合京东物流目前的定位,前两轮投资者也不会亏钱。 京东物流的布局,竞争力还是不错的,就是看估值问题了。 目前,顺丰是指2877亿,对应PS,1.44倍。 京东如果发个300亿左右,可能皆大欢喜,越低越好,但不太可能低于中通快递的259亿美元,愿望是美好的,可能最后发350。 根据发行估值中签率,再来决定怎么打了。 感谢您的观看,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